星期四和星期五由漢堡機場飛出的飛機將會停飛 就是星期四和星期五 蘇丹的衝突雙方協議24小時暫時停火 瑞典於4月24日會進行自1989年以來 30年以來第一次最大的軍事演習 EU說他們會自己製造晶片 瑞典警方拘捕了一個人 懷疑他與製造核武器有關 波蘭和烏克蘭達成了局物的運輸協議 因為早前波蘭的農民覺得不公道 不想政府給他們的穀物在波蘭賣 現在他們達成的協議 這個也不是在賣 但會經過GPS來監管 烏克蘭說這對他們很重要 自從鵝鵝戰爭 黑海那裡被鵝控制著 有時不會被鵝打洗過 美國16歲的黑人男子 小孩敲錯門 本來是接他兩個弟弟的 誰知道敲錯門 屋內84歲的老翁開槍射下去 一槍射下頭一槍射下手 在上星期四發生 現在被控一級謀殺和磁械 因為他的膚色 所以這件事引起軒然大波 現在看看事情發展